因全球和污水污染 矿泉水将成为硬不破壁 矿泉水将成为硬不破壁 因全球和污水污染 矿泉水将成为硬不破壁 下面播放社会新闻 别人家属 哎你们的护理就用叫一下吧 否则让你们床位 医生 你能不能再 再通融一下 我马上就能偷袭手术的 我签线你了 这一下 小人不猴 我还敢出现 啊 啊 不说你可真坏 在医院里做这种事情 不过啊 我喜欢 没想到 这个死老太婆的床上干这种事 还真是 别有一番风味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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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沈飞 厂长 你们把我妈丢在地上 丢外面虫儿干净路吃 你万一要不要脸 你妈这个老故事啊 他是个植物人 我这么做 说不定 能让他写过来 你应该感谢我才这样 我感谢你妈 你 臭谎啊 跟逗我的女人 你怎么想死啊 既然你都发现了 那我也不装 天呐吧 你这个臭宝 拿什么给我幸福 后悔 你有什么资格 让我后悔 臭 我怎么不敢出钱 我今天过来 就是来看你这个臭宝 的笑话 看看一会儿 你是怎么狼狈的被丢出去 臭宝 只要你跪下来求我 你妈那点护理费 我给你付啊 怎么样 你妈那点护理费 你妈那点护理费 我给你付啊 怎么样 你做梦了 好 有骨气 我看等会儿你这个植物人老妈被丢出去的时候 你还会不会这么有骨气 就算再给你一年时间啊 你也凑不起费了 我看 不如趁早把你这个植物人老妈 你埋了吧 是啊 你埋了吧 安葬被也是我跟你出啊 你再敢说我妈 我撕了你的嘴 我听你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把你废了 让你跟你这个植物人老妈呀 做伴 公老 这里是一个 一个臭宝安 一个火死人啊 吃吃吃吧 别人家说 如果你交不起获理费的话 未许能搬走啊 交 我交 这张卡里有五十 您先拿着 我马上去凑成熟费用 别人家说 你不要开玩笑了 这是我所有的钱 你透露一下 我一定能凑齐的 五十块钱 你个废物是不是 被我打扫了呀 你呢 都要被丢出去了 在这开玩笑呢 你快住手 你在干什么 怎么 我给我妈洗衣服呀 你是 许先生 你知不知道 你这瓶水的价值 够你母亲 在高级护理病房 带上一年了 请你不要浪费了 你这瓶水的价值 够你母亲 在高级护理病房 带上一年了 请你不要浪费了 你说什么 一瓶水 又年 不可能 太一个臭马 怎么可能会有一瓶 矿泉水呢 不应该呀 我那厂子都倒闭了 仓库里一瓶水都没有 他哪来的矿泉水 赶紧签字嘛 签来字之后 那一仓库的矿泉水 就是你的了 长长 你要那么多水也没用 我在您这干了 这么多人保安 每个月就给我五百块钱 这次 您必须把 欠我的东西钱给我 老的厂子都他妈倒闭了 我哪来的钱给你啊 你知道那一仓库的矿泉水 有多少钱吗 给你的死保安了 仓库也给你了 赶紧签字滚 啥子 老子那仓库 空空的找他妈落灰了 这三个人脑抽脑 耍我玩 你确定 炙瓶水 能让我住高级病房 一年 当然 不仅如此 我还可以为你母亲 找一个私生护理 非常专业那种 是我疯了 还是这个世界 那 给我妈升级一下病房 好的徐先生 我们为你母亲 还有最好的护理病房 和最好的私生护理 疯了疯了 真的疯了 不行 我得再试试 诶等等 诶等等 徐先生 你还有什么需要安排的吗 我就想有人打扰我 这两个人 不想在医院见了他 二位 听到了吗 赶紧滚开 不要打扰我的病人 不可能 他这水 一定是透来的 二位如果还不离开的话 我就要叫人了 好 赵宝安 你给我等着 许先生 您还有什么其他吩咐吗 您尽管说 没了 那徐先生 我先去安排吧 好 一瓶水值一千呢 把他放大了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不能让顾红发现仓库的秘密 原来 这水是我的 不过 这水是我的 是你发给我的工资 想要钱啊 你他妈配吗 这瓶水可是值一千万 你也配 臭宝安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们拿走水的货品 没有出现新的空泉水 这个仓库 只有我进入 才会出现 源源不断的新的空泉水 我这个要成为首富了 今天我就奢侈你 体验一下航车的感觉 十分钟赶到拍卖会 谢谢师傅 哎 美女 你谁啊 这是我的名片 想拉投资的话 打上面的电话 一段时间 误会了 这个是我叫的车 您好 请问您是尾号9527的基督吗 很好转车 欢迎您 9527 9527 不好意思啊 但是能不能麻烦您 先帮我送到拍卖会 这场拍卖会对我真的很重要 上面有我母亲留给我的遗物 有母亲想要留给我的信心 当然可以了 啊 走 谢谢你们去去去 哎哎哎 去 走吧师傅 呦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这个臭保安呀 美女 那个千万别被这小子给骗了 哎呀 就是个臭保安 刚被我甩就想放户婆 我说你眼光也不怎么样吧 居然看上一个臭保安 啊 你再给你乱说 我撕了你的嘴 谢谢你送我过来 我先进去了 你母亲现在是植物人 能不能醒过来 全看她的造化了 幸亏有人及时把她送过来 要不然连命都没了 植物人 是谁叫了我母亲啊 没看清楚 把你母亲送过来之后 那个人又急急忙忙走了 不过是一个女人 胳膊上啊 有个玫瑰纹身 当年就我母亲的人是她 不行 我得进去找她道谢 这种地方也是你能来的 逼得有个垃圾袋 你怎么不把自己装进去 先生 您这车钱还没付呢 我说呢 原来是叫了一辆专车 你这个臭保安 打肿脸充胖子 这下 可露馅了吧 我说你啊 别觉得自己偷了瓶水 你就成富豪了 你还敢打专车 不好意思啊 我忘了 我扫您 先生 您您的钱也不够啊 这钱当然不够了 他就是一个银行卡里 只有五十块钱的臭角丝 沪少 我们别浪费时间了 我们进去吧 你不是答应我说 今天要把那块玉佩资格吗 臭小子 咱俩之前的事还没完 走着瞧 您不会真的没钱了吧 我确实没钱了 要不 我拿这瓶水抵账吧 水 你 你整瓶矿泉水 我只有水了 这是穷的只剩水了 真装逼 先生您确定 要用这瓶水付车飞啊 不 我也找不开啊 要不 您把这车开走 找救命恩人重要 还是别浪费时间了 算了 给你了 不用找了 给你 恩人哪 老婆 我遇到贵人了 以后不用开往下车了 咱发了 哪儿来的乞丐 这儿是你捡垃圾的地方吗 赶滚 兄弟 我也是保安 保安何苦为难保安 再说我进去找人的 滚 别跟老头套近乎 我可是拍卖会场的保安 你算哪根葱啊 什么时候保安圈也有鄙视链 我真是进去找人的 兄弟 给个面子 你是首富啊 给你面子 您要真想进去啊 先验姿 验姿 行 这么多水 不知道这些够不够 不够我家里还有 那要不我一个人也拿不动啊 先生 是我狗眼开人低了 进 您请进 真有权人的爱好 还真特别 我得赶紧告诉老板 别怠慢了贵客 你怎么来了 这里有你想买的东西吗 是来买东西的 我是来找你的 这拍卖会怎么回事 怎么什么人都让进来啊 就是偷跑进来的吧 不劳你们操心 我是光明正大进来的 就你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也是你个臭保安说尽就尽的 老大 想追女孩 不是你这么追的 你不要以为你偷偷溜进来 然后摆出一副什么无所谓的姿态 美女就会对你另眼相看了 表思 等会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真正的实力 没钱 就别追女孩 这么一配是江城顶级家族之一 刘家刘少偶然得到的 他委托我们进行拍卖 旗派价五百万 一千万 不愧是不家大少 你出手就是一千万啊 是啊 一千万都可以买一瓶矿泉水了 看来顾少对这么玉佩 这志在必得啊 对啊 顾少都出手了 谁能抢得过他呀 怎么样 臭保安 被顾少的实力吓到了吧 恐怕 你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吧 一千万 加一杯矿泉水 一千万 加一杯矿泉水 不愧是楚家大小姐 这可是一杯矿泉水啊 可惜了 楚家这次陷入了危机 这已经是楚小姐最大的极限了 是啊 看来这位玉佩 最终还是顾少的呀 楚小姐 既然你这么喜欢这块玉佩 那不如我拍下来送给你呀 顾少 是答应好了送给我的吗 楚家姐 你们顾家的情况 我最近也是略知一二 不如 承西的那块地 我来出资 送给你呀 怎么样啊 承西那块地 那不就是仓库的所在地吗 顾皇 烧起你这副恶心的嘴脸 我不需要 好 你钱吧 再加一瓶矿泉水 什么 顾少居然加了一瓶矿泉水 太奢侈了 那可是一瓶矿泉水啊 楚小姐 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 那这块玉佩 我只能拍下来送给沈薇了 只要你那点钱嘛 就留下来 给你储家救齐吧 那就是你母亲留下来的遗物 那日母亲为了救一个妇女 在宾死前把这位玉佩交给了我 然后生死 我后来送那位妇人进医院的时候 发现不幸丢失 然后我匆匆回去找 却怎么都找不到了 你母亲救的是不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 叫燕玉秀 你怎么知道 三瓶矿泉水 三瓶矿泉水 我的天 三瓶矿泉水 这是谁竟然敢跟顾少叫板 燕玉秀是我母亲 阿姨为了救我妈生死 大恩大德 无意为报 以后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那位妇女 是你母亲 臭小子 还在这儿干乱 你豁尽了你 你那个活死老爸 就是靠偷来的水才没被赶出去 你现在还当鼻子上脸了 居然敢跟顾少叫板 宝安 我就说嘛 有钱人怎么可能像他那样 这是看楚小姐长得漂亮 用这种方法吸引她的注意力 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知道你想包 但你真的不必如此 三瓶矿泉水对你来说 实在是太多了 无所谓 不过三瓶水罢了 既然这位玉佩对你来说那么重要 那就绝对不能让别人抢走 我听到什么 三瓶矿泉水罢了 你是真不要脸呢你是 你一个臭宝安 居然不把三瓶矿泉水放在眼里 你知不知道 一瓶袋矿泉水 都能买你一条贱命了 你真的不用这样 这次就算了 以后还有机会 放心 有我在 这玉佩 谁都抢不走 我看看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装逼 四千万 五瓶矿泉水 好好好 我看看你哪来的五瓶矿泉水 到时候你拿不出来 是哎 可不用我动手 你也 自然会打断你的狗腿 怎么可能 他不是一个臭宝安吗 怎么会有那么多矿泉水 这么多水 都可以买下整个盘埋行了吧 不知道这些垃圾 能不能买这枚玉佩呢 这位先生 这块玉佩是您的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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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啊 大家别被他给骗了啊 这小的就是这臭宝安 他哪来这么多水啊 对 他的水 喷你是偷来的 他都是惯犯了 上次 帮偷一瓶水 给他那活死人老妈 设计成了高级病房 再敢对我妈不敬 我撕了你的嘴 你不帮我偷水 哪人 宝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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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爷 那个报案说 就是他 贝爷来了 我看你怎么死 实相的赶你跪下道歉 我还能让贝爷 饶你一条狗命 就是你 提了一垃圾袋 矿泉水 就是你提了一垃圾袋 矿泉水 这老板什么情况 怎么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 贝爷 就是他呀 他不知道从哪 偷了一堆矿泉水 来你的底盘捣乱呢 臭宝安 听见没 现在赶快给我跪下道歉 忽然 你去让贝爷打断你的狗腿 贝爷 赶紧把他丢出去 至于这些鼠 我可以先把他收着 等施主来了 我再还给他 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 你敢言识 贝爷 你 徐少 不好意思 我来吃了 您 没事吧 什么情况 不是来信师中嘴的 没有 没事就好 把这两个人 都快赶出去 贝爷 这是为什么呀 我是顾家少爷呀 你弹我干嘛呀 贝爷 贝爷 这是至尊黑糖 拿着这张卡 只要是我的产业 所有消费 全免 您拿着 这 不好吧 苏少爷要是不收 那可是看不起我 那就对了 那我就不耽误两位了 有事 您随时打电话找我 好 那你们走吧 嗯 贝爷 我们都不知道 他到底有没有那么多的矿碟水 就把黑卡给他了 是不是太常帅了 你懂个屁 许少的身份 可不简单呢 身份不简单 他不就是个保安吗 少爷 那梅玉佩被一个叫徐浩的 用五瓶水的拍照 哦 楚潇潇没有拿到那梅玉佩吗 拿到了 徐浩就是帮楚潇潇派的 是吗 只要楚潇潇拿到那梅玉佩就行 不过 徐浩是什么 一个保安 不过 她的母亲是燕玉秀 你确定了 那个曾经第一大家族 后来被灭族的 燕家大小姐燕玉秀 确定 有意思 看来是时候该出手 帮帮徐浩 谢谢你帮我拍下那梅玉佩 有什么要求 你尽管提 哦没有没有 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 你和阿姨可是我妈的救命恩人 哟 这不是徐浩 没想到一个臭保安 也能来这种地方吃饭 还真是 这是傍伤不佛了呀 屁 不佛能看上他这种红表色 我看啊 他们两个 就是趁人没注意 偷跑进来了 谁让你们这样 出去 这个包厢我征用 你们两个剩菜剩饭吃的差不多 吃的差不多就赶紧滚 别耽误我愿情为客 滚出去 滚出去 臭娘们脾气挺大 知道我是谁吗 敢让我滚 胡同可是明珠酒店的大房秘密 该滚的人是你们吧 贱人 你打我 如果没有人教你好好说话的话 我不建议好好教教你 丑小姐好猛 时候票子敢打我女人 你 你身手挺不错的嘛 要不给你当保镖 能随手拿出几十瓶矿胸水的人 居然又给我当保镖 给我当保镖 啊对啊 报恩吗 狗男女 打了我还当我面大情骂俏 来人 表哥 哪个困难把你拿成这样的 这对狗男女 给我丢出去 别以为你们人多我就怕你们再过来 我就不客气了 矿泉水 怕了吧 你今天有一瓶矿泉水 表哥 这 一个保安 怎么能随手拿出一瓶矿泉水 还用来当武器 福哥 不如抢了他 这瓶水 肯定不会是这个臭保安 说不定是偷的 对 徐浩 你敢赴我们酒店矿泉水 给我拿下来 给我拿下他 这这一个大堂经理竟敢如此嚣张 不如 我把胡宾喊过来 看看他这个总经理 还想 我想他 哭 臭娘们脾气挺大的啊 不用你叫 我帮你叫 喂二叔 我在八八八包厢 有个臭娘们 扬言扬问你还想不想干了 哎 好嘞好嘞 没想到吧 胡宾是我二叔 我倒要干 你能拿我怎样 还真是神鼠一窝呀 谁这么大胆子 敢吵不起我胡宾 二叔 就是那个徐浩 臭宝案一个 还偷我们酒店矿泉水 嘿那个见 那个臭宝案的屁肚 就是他 大言不惭 要问你还想不想干了 胡经理 你好大的官威呀 初小姐 怎么是你 不是我 你们就可以作威作福了是吗 你们一家人 还真实力 初晨 初小姐你也敢说 不要你 还不跟初小姐道歉 胡叔 你怎么下这么重的手呀 你 见了 要不是你 他普通能惹伤初小姐 二叔 你消消气表哥他们也不是故意想这样的 闭嘴 你不是什么好东西 胡宾 我看这个总经理 你也别干 胡宾 你别求这个贱人啊 我就是初家小姐 你以为我怕了你们 胡同不会被删傻了吧 都这样了 还这么算 小畜生 你说什么呢 快给初小姐道歉 二叔 我今天可是宴请大人物啊 有他在 初家算个屁 胡宾 胡宾 您来了 我恭候您多时了 嗯 嗯 谁这么拿胆子 我赵大人都敢打 就是那对狗男女 他们不禁打了我 还阻止我宴请您 又是你 他真是年魂不散 子宝安 我看这一回还有谁能管得了你啊 来来来来来 咱们新仇旧婚啊 一起算 哎 不过啥 有失远迎啊 楚小姐刚刚 说了 开了我 哼 放心 有武在 谁也动不了你 别人去 肖肖 你还真到这儿当自己家了 这么嚣张 哼 别人怕你 我顾红可怕 你楚家现在自身难保 你还是多考虑考虑你自己吧 关门 你和我拦终大门 你先跑 揪手 揪手 你又是谁呀 看来顾少是要在我这民族酒店 闹事了 哥老板 我劝你也少管闲事 我们顾家你也是惹不起的 顾少我是惹不起 但顾少你惹得起陪爷吗 陪爷 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 看来顾少还不知道啊 这民族酒店 是陪爷的产业 陪爷是谁 陪爷 徐少 您怎么忘了 陪爷还给过您一张黑卡呢 是他呀 顾少 请吧 陪爷说了 以后在他的产业上 不欢迎顾少 还有你们 滚 以后再让我知道你们 对徐少不敬 你们知道我的手 你们 你们等着 他们走 哎呀 徐少啊 实在是不好意思 都是我疏忽了 要不我再给二位 换一个上好的包奸 哦 不用不用 感谢郭老板姐呗 哎 你先喝口水吧 识不得识不得 这太贵重了 你馋了喝 别跟我客气 我家里有的事 我就 不打扰二位 那我们也走吧 去哪 去买成心那片地 你 谁要给我买下这片地 对啊 不是说买下这片地 你们家就能度过危机吗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我虽然是个保安 但我绝对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保安 我还真没见过 我嘴手就把矿泉水送人的保 对了 那个玉佩呢 不是由你母亲 留给你的信息吗 什么信息 还没解开 我快快乐 不说 您确定要买我这块地 放心 钱少不了你的 楚潇潇这个贱人 到处跟我做斗 这一次我一定要让楚家翻不了身 上次那个贱人打了我 等楚家完蛋了 我一定要打回去 对 得 真是不使冤家不惧讨 我 楚小姐 看来是你晚来一步啊 这块地我已经买下了 楚家这次彻底完了 顾侯 合同还没签呢 怎么能说就是你的呢 就你 滚蛋 一看你就是个穷逼 墓地你都买不起 诶 徐浩的垃圾袋跑那去 他那些偷来的水不会都被他挥霍完了吗 徐浩 嘿 你那些偷来的水是不是全被你挥霍完了 嘿嘿 来买地连矿泉水都不带 你 抛了几瓶矿泉水 真当自己是首富了呀 哈哈 现在被打回原形了吧 臭保安 我怎么没想到 谢谢你提醒啊 哎 水 水 矿泉水 一车的矿泉水 这不可能 我一定是眼睛花了 哎呀 这 这 这不可能啊 水不都被污染了吗 我的肠子也是这么早的呀 你到底哪来的矿泉水 说到这个 还得感谢你啊 你少跟我阴阳怪气的 你要这么多水有什么用 地我已经买下了 哈哈哈哈 你就算用这箱水砸死我 我也不会卖给你的 哈哈 算了吧 你既然有这么多水 不如借给我一点 等储师危机过了 我一定还给你 什么借不借的 随便拿 今天这片地啊 我必须要买下来 要是真的让顾红 拿下了这块地 那我仓库怎么办 以后还怎么拿水 但是顾红 他是不会卖的 那我就用矿泉水砸死他 毕竟 这是他自己要求的 臭小子 你还干嘛 不不不 别在这动手啊 徐少息怒 这么珍贵的矿泉水 用来砸一个废物 岂不是浪费了 明助理 你怎么来了 徐少息怒 用这么珍贵的矿泉水 去砸一个废物 岂不是浪费了 明助理 你怎么来了 徐少 刘泽少爷让我带他向您问好 怎么可能 刘泽少爷是何等人物 怎么会像一个臭宝安问好 原来他认识刘盛 怪不得 不把矿泉水封在眼里 刘泽 我认识吗 云不认识少爷 但是少爷是您 放心 有机会少爷会亲自向您解释的 明助理 您真是 带刘泽少爷传话的 不好 你还是把这块地让出去吧 这可是刘少的意思 不可能 他一个臭宝安 我凭什么让给他 刘少说的对 你还真是永远都看不清形势 我 喂 爸 厨师 你到底在外面干了什么 老子让你害死了 爸 您说什么 厨师 有点厨师了 我自己家还了 老子打了死你了厨师 明助理 明助理 我求求您了 我求求您饶了我 饶了顾家吧 饶了顾家吧 徐少爷 徐少爷 之前是我做的不对 您饶了我 饶了我 求求您了 都是这个贱人 是他勾引的我 贱人 没有你 我怎么会得罪徐少 徐浩 我知道错了 以前是我没发现你的好 你原谅我好不好 都是货货 都是他骗的我 我们好好好不好 我当初就跟你说过 你别后悔 别让我再看到你 徐浩 我真的知道错了 就原谅我吧 你就原谅我吧 徐浩说了让你们滚 听不懂吗 徐浩 我错了 我不应该看不起您呐 饶命啊 算了 这地多少钱啊 我买了 哪敢要徐少的钱呀 这块地送 送给徐少了 真的啊 这不太好吧 这地共同我已经买了 你有什么资格说送 滚 徐少放心 这块地共同的合同 我们已经收到了 很快就给您送进去 谢谢啊 哎 你口渴不 喝瓶水 真不愧是徐少 现在设施的 喝矿泉水的 也就只有您了 水就不喝了 虽然事情已经完成了 我就先脆一下了 哦 好 走吧 啊 又去哪儿啊 我也不知道 我不是你宝宝吗 你说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好 你 你 你还挺幽默的 啊 啊 你 你 周少 您找我 怎样不想报仇 周少愿意报我 这里 有五十亿 你怎么做 我不管 我只有一个能求 帮我钉死 楚少愿和徐浩 尤其是楚少愿 我要得到他母亲 所有的义务 我一定办法 哎 楚少愿 当年凤花到底给你 留下了什么信息 你到底知不知道 燕家是被我周家 背叛灭族的 爸 哟 少愿回来了 小愿 这就是你给我说的 徐超 叔叔 客气了 叫我徐浩就行 这个是给您带了点特产 特产 一锦框填水 这 这也太贵重了吧 郭虎 这是我楚家 你来干嘛 楚总别急啊 我是来提亲的 提亲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把肖肖嫁给你的 因为只有肖肖嫁给我 你们 我家的危机才会解决 只有娶了楚肖肖 才能更好地知道她母亲留下了什么 对吗 你简直是做梦 我们楚家的危机早就被雪 是吗 什么 顾家在打压我们楚家 怎么回事 你们顾家正在被刘家打压 怎么可能没事呢 什么废话 两天之后将楚肖肖嫁给了 不然的话 我要你们楚家赋予 放心 楚家不会有事了 顾家背后肯定有人支持 不然他不会这样 这事不好办哪 刘家的刘泽少也不是帮过我 找他了 哎呀 徐大帅果然是一表人才呀 找我有什么事 尽管说 这刘泽不会有什么特殊癖好吧 哦 我想请刘少你帮忙楚家 还有 你 认识我 楚家的事我听说了 顾红背后站着周家 至于你 不算认识 但我认识你母亲 燕玉秀 你认识我母亲 你认识我母亲 来 哎 不用不用 我喝这个就行 徐大少可能不知道啊 你母亲燕玉秀 是曾经第一大家族 燕家大小姐 你说什么 我母亲是燕家大小姐 我知道你很震惊 但是你刚才吐出去这一口 可是值不少钱呢 哦 燕家一夜被灭 燕玉秀不知所踪 燕家下属势力周家 就是因为吸收了燕家的一部分资源 才有了今天的规模 至于我刘家 燕家 也是因为受了燕小姐的恩惠 才有了今天 喂 徐浩 玉秀的信息我解出来了 你母亲燕玉秀 是被周家所杀的 你说什么 燕家 是被周家背叛所灭族 你母亲知道这件事情后 就被周家人所追杀 被我母亲所救 可我母亲就因为这件事情生死 你母亲也成了主人 周家 我说你这足够呆天 看来 楚小姐已经破解玉佩的信息了 你都知道 知道一些 但 玉佩确实是我当年捡来的 此仇我必须棒 周家势大 要想报仇 光有矿泉水是不够的 过几天有个宴会 所有有头与脸的人物 都会参加 我推荐你去 有了势力 才好报仇 也好 正好一起解决了顾家 不过 以你现在的身家 怎么能没有车呢 我在车上给你订了一辆车 你记得去提啊 你好 我来提车 哪里来的土包 全身上才超过一百块钱 还提车 哎呀 这不是故障吗 又换车呀 嗯 之前那辆开腻了 随便给我提个一两百万的吧 不愧是故障 不像某些土包子 在这装逼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啊 臭宝安 等我解决了楚家 再好好跟你算账 先生你别生气 我带你看看吧 好 这边请 这个不错啊 这个怎么也得二三十万吧 这辆车啊 这辆车最少也得值四五百万吧 相当于半瓶矿泉水 你个臭宝安 真是没见识 就是把你脏手拿开 碰坏了你赔不起 你怎么能这样说顾客呀 我就说他怎么了 你是个傻子吗 没听见顾少说他就是个臭宝安 在这种穷逼身上浪费时间 这辆车我买了 收车吧 好 试个屁 你个穷宝安 试车 先交五十万定金 省得碰坏了你赔不起 真说他赔不起 谁说他赔不起 土潇潇 这么迫不及待的就想嫁给我了 矿泉水 一件矿泉水 许昊 这一箱矿泉水实在是太贵重了 我们不能要 你还是拿回去吧 他居然有这么多矿泉水 不知道给父亲一瓶矿泉水的恩人 是不是他 现在可以试车了吗 当然可以 要不我陪你试车上个 你还可以在车上试试我 算了 不是了 就这辆 搬手续吧 好 我说你哪来的矿泉水 原来是楚潇潇给你的 楚潇潇 这么多矿泉水就给这个臭保安 你是忘了你楚家的危机了吗 原来这个臭保安 还是个吃软饭的 亏老年还想到天 这箱矿泉水本来就是徐浩的 我只不过是乌龟园主罢了 乌龟园主 那也应该是我的 你忘了你两天之后就要嫁给我了 这水本来就应该是我的 顾上 原来这是你的女人啊 当着你的面 给别的男人送矿泉水 还是个臭保安 真是个贱 真是个贱 你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侮辱我楚潇潇 顾上 你看他我帮你说话才打我 楚潇潇 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敢这么嚣张 还不赶紧拿着矿泉水滚过来 要不然 我可好好要收拾收拾你 顾红 楚潇潇是我女朋友 你想干嘛 对 没错 徐浩现在是我男朋友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是不可能嫁给你 我早就怀疑你的矿泉水来路不明 你一个臭保安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矿泉水 对 他的矿泉水肯定是假的 现在好多大人物 只能喝自来水 他一个臭保安 怎么可能有矿泉水 去 赶紧叫你们经理过来 别让这个臭保安 耽误了你们车行的生意 上次有刘少保你 我看这一次 谁还能帮得了你 心里就是这个臭保安 不知道从哪偷来的矿泉水 来我们这装逼 扯过了 你 加层车行 公平取账 加层车行 公平取账 加层车行 公平取账 不用这样 起来吧 疯了吗 给一个穷逼道歉 他就是个臭脚丝 水长 您来了以后说一声 刘少吩咐的全球线练网红车 已经准备好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们一定是被他骗了 不少可以问我桌上 不少 你说话呀 经理 你们这位员工 我不喜欢 他 很不错 明白 你被开除了 无疑 以后有你 就是副经理了 学校 咱们去提车吧 我刚刚还订了一辆车 就先放在这里 没问题 哎 同学会 哎呀 来来来 您小心头 小心头啊 哈哈哈 麻烦葛老板帮把车停 哎 好的 您慢走啊 哈哈 这不知道哪里来了大佬 真羡慕呀 是啊 要是我们业余是这样的大人物 那该多好啊 呦 这不是我们大班长徐浩吗 你也来了呀 大班长啊 听说你为了省微被开除了 还做了保安 怎么有时间来参加聚会呀 你不知道 我们大班长现在连保安都不是了 就是个无业游民 臭屌丝一个 哦 怪不得有时间来呢 如果我要是你呀 都没脸来 你这话就不对了 徐浩当班长的时候 多威风呀 那可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怎么会没脸来呢 什么风云人物 现在还不是表思一个 都逼不过孟少你 一根手指 我可不敢跟大班长比 我一无是处 我只能呀 继承我爸的公司了 你们俩收购了吗 大班长有意见了 要不这样你跪下来求求我 就让你去我公司当个保安怎么样 一个月给你两千块 还是梦少你仁义呀 两千块 这攒一辈子 估计够买口矿泉水喝喝吧 徐浩有什么吩咐 把他俩给我赶出去 以后别让进来 明珠酒店这么高端的地方 别让苍蝇给污染 明珠酒店这么高端 别让苍蝇给污染 是 两位 请吧 凭什么赶我们走 你们就是这么做事的 在这里 徐少的规矩就是规矩 你们不走的话 我就赶你们走了 请吧 这梦冲俩人也真是的 居然得罪这种大佬 就是真没眼色 李老师 我们只要小心一点 别得罪你这种大人物 苍蕊 你来了 我记得 苍蕊 不是我抓你 你怎么把徐浩也叫来了 就是 今天我们在座的同学 哪一个不比他臭保安 不能好 真是扫兴 这里是同学会 凭什么徐浩不能来 跟他一个臭保安当同学 真是丢不人 只有梦冲那样的才有资格 到梦同学呢 梦冲一毕业就继承了他们家族的公司 年少有年 不像某些人 使得不当保安 哎 你们还不知道吧 梦冲给我打电话说过了 徐浩啊 现在连保安都不是 他被开除了 够了 你们少说几句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要不我们走吧 是 苏蕊 苏蕊 来参加你们的聚会的 你要是走了 那可是不过我面子啊 哈哈 李老师 李老师 李老师你别在意 苏蕊他乱说的 哟 这不是徐浩吗 听说啊 你混的不怎么样啊 我混的还行 行了行了 我别装了 我都听说了 你说说你啊 你也向孟冲学学 你看看他都有出息 说到这儿 孟冲和王萍 怎么还没来呢 他俩来了 不过在前台惹动了 一位大人物 被赶走了 真的 什么大人物这么厉害 我亲眼看见了 那人可是开着 全球限量版的豪车来的 不仅如此 连明珠酒店的 葛老板都对他毕恭毕敬的 像小弟一样帮他停车呢 没想到明珠酒店 还有这样的大人 要是我们能够认识到了 那就走 别想了 我跟你们说啊 你们都小心点 这种大人物 可不是我们能得罪起的 那个 他俩其实是我赶走了 徐浩 你不吹牛逼会死呀 你一个臭保安 还妄想成为大人物呢 就是 凭你也敢说赶走了梦冲 我看梦冲赶走你差不多吧 别乱说 要是被大人物听到了 被赶出去就不好了 没乱说 他俩看不起我 就被我赶走了 这水味道不怎么样啊 还是矿泉水好喝 就算梦冲被赶走 也不是你用来吹牛的理由 就是 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 一个臭保安 说白了 不就是看门口吗 更何况你现在连狗都不是 梦冲虽然被赶走了 但是他的成就 也不是你这一个保安能比得上的 以后别说是我学生 我丢不起那人 李老师 你就这么为人师表的 我如何 还轮不到你一个臭保安来指点 给我滚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 在座的同学 哪个你能比得上 既然这样 那我走 对不起 我不知道会这样 我跟你一起走 吊丝就是吊丝 还大言不惭的说一瓶矿泉水 你知道一瓶矿泉水多少钱 你知道个屁 一瓶矿泉水价值一千万 把你卖了能买得起吗 答 徐浩 作为老师 我再劝你一句 话 不要乱说 明珠大酒店的水 可不是一般人喝的那种水 虽然根本比不上矿泉水 但是也不是你一个保安能喝得起的 徐浩 比苏瑞远点吧 他可是我们的笑话 你一个爱吹牛的穷屌丝 可别连累了他 我本来不想和你们计较 但你们咄咄逼人 那就别怪我 呦 我好害怕呀 你能把我怎么招呀 徐浩 别吹牛了 以后你这种学生真是丢人呐 至尊黑卡 至尊黑卡 你怎么会有至尊黑卡 不可能 至尊黑卡可是顶尖的大人物才能有 整个江城也不过三张 难道他真的是这样的大人物 是个屁 徐浩 我没想到你除了吹牛 你还偷东西 是你把那个大人物的黑卡给偷了 用来装逼的吧 你死定了 连黑卡都敢偷 正好把你抓起来 还能去结交那个大人物 对 我今天就要好好教教你做人的道理 你哪都不能去 等老板来了 就把你交出去 不用你个叫 我自己叫 郭老板 麻烦你上来一趟 还装 不会是给他的同伙打电话 让他来救你吧 我们这么多人看着你 我倒要看看 谁能来救 我不需要人救 我今天就坐在这儿 哪也不去 葛老板 葛老板 您来的正好 这个人偷了那个大人物的黑卡 快把他抓起来 徐少 有何分子 现在信了吗 葛老板 您怎么对他这么客气 他不过就是个臭保安而已 保安 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这可是徐少 连陪爷都要交好的人 谁给你的胆子 敢看不起徐少 李老师 你不是说我喝不起矿泉水 葛老板 麻烦让人把我车里的矿泉水 全部搬上来 是 速度 把徐少车里的水 搬到包厢 快 李老师 不知道这些矿泉水 可否入你的眼 要不要拿一瓶看看 是不是真的矿泉水 那怎么好意思呢 这可是徐少的水 一是你能忍耻的 徐昊 其实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你了 只是一直没敢告诉你 徐昊 你别听他乱说 真正喜欢你的人是我 只不过原来有选位在 我一直没好意思说出口 徐昊啊 打我第一眼见你 我就知道 你这孩子呀 将来肯定有出息 老师果然没看测人哪 不好意思 我来了 沈薇你别误会啊 我们和徐昊没有任何关系的 徐昊 你也在啊 之前说我不好 我们和好吧 以后 以后你想让我干什么 我去干什么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别这么恶心 沈薇 不是我说你 虽然我们是同学 但是既然你们已经离婚了 你就别再贴上来了吧 就是 真不要脸 徐昊 沈薇没有这个福气 不如考虑考虑我呀 考虑考虑你 你要考虑 也是考虑考虑我 你们两个见着 敢跟我瞧男人 哎哎哎 你们两个见 敢跟我瞧徐昊 我干什么 徐昊 你怎么办 你怎么来了 我拿帽子在这里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 顾声他一直纠缠我 我没办法所以才过来了 顾声 这两个见语人 断劲人打我 捆开 顾声 你来干嘛 你来干嘛 关你屁事啊 初晓晓 两天后顶峰会的邀请函 我已经拿到了 如果你不跟我去 通我灭了楚家 你也别想好过 这是顶峰会的邀请函 不会是我顾少 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得到的 那可是只有站在顶峰的大人物 才能够参加的 还是顾少年轻有为 不像有的人 有几瓶矿泉水 就以为自己是大人物了 就是 能收到顶峰会邀请函的才是真正的大人物 不像某些爆发祸 平好 在我眼中 你一直都只是一个龙椅 告诉我 等宴会结束之后 我要让你看着我这么出晓晓 你嘴真臭 比我远点 等宴会结束后 我希望你还能像现在一样做 宴会我也会去参加 想伤害肖肖 不可能 就凭你 可笑 继续当保安吗 你怎么会有邀请函 太有 邀请函而已 现在我可以去参加顶峰会了吗 好好好 等到宴会上的时候 我再好好收拾你 好了 这场闹剧该结束了 我都烦了 葛老板 麻烦让人把我这些矿泉水全搬到车上去 是 还有 以后除了苏睿谁都不要放进来 拜 走 你能不能滚远点 你的脚都被拍进来了 臭屌丝 让开 别出现在我镜头里 拍完了吗 拍完了赶紧走 别耽误我时间 还要去买衣服呢 我们想拍多久就拍多久 关你屁事臭屌丝 这是我的车 放屁 这可是顶级豪车 能是你一个臭屌丝开得起的 就是 这车是我男朋友的车 赶紧滚 别影响我拍照 这还真是你的车 老公 你怎么才来呀 我等着你腿都烂了 老公 要不要我们一起吃豆豆腐啊 你不喜欢我们 跟我们一起喝个酒 总可以吧 不可以 也不看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别敢占我们 我们一起吃豆豆腐 哎兄弟 这是全球限量宝号车版 我能合拍一张吗 女人喜欢拍照 没想到这男人也一样 可以啊 谢了兄弟 这是我的名片 这个商场还有江城最大的酒吧 都是我的产业 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联系 谢了 走 虎哥 不就是一辆车吗 至于你这么娇好 你懂个屁 这是全球限量宝号车 能看得起这样车的人 可不是我能惹得起的 他要是不爽了 我的产业可就都完了 怎么突然想起来买衣服了呀 我总不能穿着这身 你先去参加点工会吧 哎 这件怎么样 放开 这衣服摸脏你赔得起吗 买得起吗就摸 真的要好好打扮一下自己了 不然总被人看不起 真是烦 你来吧 我累了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买不起的呀 左眼 右眼也看到了 就这种浑身上下不超一百块的臭屌丝 也敢摸我们顶级西装 不还没听说过 买不起连看都不能看吗 看了有什么用 看了就能买得起了 就这种臭屌丝 一辈子连我们一个西装袖子都买不起 这件衣服很贵吗 屌丝就是屌丝 我们的西装是定制款 一套七十万 买得起吗你 七十万 也不贵啊 不就一口碰卷水的价格吗 对你来说 就是如此 我听到了什么 真是大言不惭 臭屌丝 你有碰卷水吗 怎么样 要不要给他看看你的实力 算了 搬来搬去也太累了 换一脚 怎么 牛皮吹不下去了 快滚吧臭屌丝 装逼也不看看地方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老板你来了 没事 刚有个臭屌丝捣乱了 我正要赶他出去 大人物你也敢得罪 这位少爷 是我光眼看人低了 你饶了我吧 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 不至于这么大反应吧 要是不能让他原谅 我就完了 虎哥可是相片虎 心黑着呢 哎呀不好意思兄弟 大人能兴致了 我这就处理了他 少爷我错了 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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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件衣服而已不至于 还不快滚 兄弟看上这儿的衣服了 随便挑 我错了 送给兄弟啊 不要就是看不起我张魂 这 那就多谢了 怎么了 帮自己的男朋友 整理整理理该 不是应该的吗 别嘲笑我 我那是帮你解围 曾经说的 是吗 我可当真了 以后 你就说我男朋友了 宴会 记得来接我 晓晓的身世 他是瞒不了多久了 郭子 我都有女朋友了 以后别叫我来了 你小子 有了女人就给兄弟忘了是吧 这不来了吗 怎么了 一个人喝酒 别急了 本来啊 我叫了两位女 结果 让李胜的小子给结胡了 真晦气 我靠 你一个富二代 就为了两个美女吗 至于吗 郭少权 一个人呢 哦 也对 你什么档次 你也配得上 两位美女 李胜 故意找茬是吧 对 我就是故意的 怎么了 你骆家比不上我李江 你也比不上我 怪不得美女 看不上 李胜 照理不欢迎你 我当是谁呢 这不是那个 臭宝安 哈哈哈哈 和这种人交朋友 怪不得美女看不上 李胜 我警告你 你可以针对我 但是你别针对我兄弟 还真是兄弟情深呢 这种穷鸟丝臭宝安 还不值得我针对 李胜 别跟这么废话了 我酒都拿来了 这不是早上靠着我的车拍照的老人 还真是 哈哈 郭小萱 喝广假礼泡 怪不得美女看不上你 妈 你的酒很贵吗 你老的这瓶酒 三百多万 把你卖了 都喝不起 臭啊 滚开 好狗不打道 帅哥 帅哥 好有缘啊 帅哥 今晚一个人吗 我们两个人没地方去 要不今晚去你家吧 怎么样都行哦 离我远点 嗯 喂 别生气嘛 你不喜欢我们一起喝喝酒 总可以吧 这 什么情况啊 你们 就这么伤感子 天下雏鸟丝 李少 可别乱说 这位帅哥 可是开着顶级豪车的人 就是 你跟人家没有科比像 下两板豪车 就他这种穷掌丝 我不信 有 你是租的 信吧 豪车 兄弟 原来你才是隐藏土豪啊 我不信 你肯定是在吹牛 谁啊 李少 再给我拿两瓶 威士忌达摩尔六商 好的李少 您稍等 车把案 老的三瓶酒 一千万 你要是真有钱 就跟我比一比啊 兄弟啊 别冲动 他这三瓶酒啊 抵得上一瓶矿泉水了 没错 我这三瓶酒加起来 能换一瓶矿泉水 你消费得起 不就是一瓶矿泉水吗 有什么消费不起的 吵他妈吹牛 你倒是叫酒啊 我不喜欢喝酒 尤其是羊酒 臭吊丝 是不是胖了 行 跪下 给老子磕头道歉 老子就放了你 李少 你跟这种臭吊丝叫什么去 这种人一看就是装逼饭 我看 连几十块钱酒都喝不起 郭少轩 你是个废物 你朋友也是个废物 在我面前装逼 有本事 跟他酱酒啊 你们这儿最贵的酒是什么 那当然是波罗福的家了 价值九百万 不过这酒是我们老板珍藏 只有三瓶 不卖 臭小子 你该不会知道这酒不卖 故意喊出来装逼啊 李少 这也太明显了吧 出来喝酒的人都知道 我们老板珍藏了三瓶好酒 从来不卖 搞什么东西 惹了我 没那么容易 今天 你要是比不过我 我就把你的腿打断 把你丢出去 虎哥 我是今天在商场碰到的那个 听说你真藏了三瓶好酒 能不能尝一尝 当然没问题 我马上给兄弟们送来 既然要比 那就等着瞧 哈哈哈哈 臭宝啊 还在跟我演 你眼睛这么好 臭宝当演员啊 当个宝啊 取材了 哈哈哈哈 这么无理的要求 我们老板怎么会答应 要说你这表演也不专业啊 快去当你的臭宝案吧 别着急 等会你就知道了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演员 怎么样兄弟 在这玩得还开心吗 老板 你 你怎么来的 怎么 我兄弟想喝我珍藏的酒 我亲自送来 不行 虎哥客气了 叫我徐浩就行 徐少能来我这玩 赏光是给我面子 敬你一杯 哎 虎哥 我真不喝酒 今天要不是为了我朋友 我也不注意麻烦您 我还是习惯喝碰琴水 我跟老板敬你是给你的面子 你居然不喝 真是给脸不用脸 是啊虎哥 这傻子 明显他们许你 混账 徐少 徐少也是你能支支点点的 我看你手指是不想要了 来人拖出去 把手指剁了给徐少赔罪 徐少 徐少 我永远不是泰山 我永远不是泰山 你放了我 徐少 我倒是无所谓 不过 我少先可是我兄弟 管上 管上 我 我理事就是个屁 你当我是个屁 把我放了吧 行 滚吧 貌似从来不跟葛进相 虎哥 算了 剁手什么的不至于 不过虎哥既然已经把酒打开了 那我也不能让你吃亏 这样 我车上有矿泉水 就当酒钱了 无愧是徐少 矿泉水可是稀罕物品 那我就确之不功了 听到了没有 还不赶紧去搬水 给老子小心点 敢把瓶子磕坏了 擀着你的双手 要不是你 虎哥怎么会这么对我 你给我等着 猴子 这么多矿泉水 我要是哪 岂不是发达了 老子连车带水一块儿偷了 跑到国外潇洒快活去 我劝你 最好不要这样子 李兄 你 你都听到了 这种线泉板豪车 这种都有动位 而且矿泉水现在根本无法出镜 你拿了 你拿了 根本跑不了 哎 林尚 你喝多了吧 说着不拿 我可没这么想 放心 我是不会揭发你的 我倒是有个大方 狗东西 咱们拿了两瓶 哎 没事 拿了就拿了 正好我也口渴了 还是矿泉水好 老板 我怀疑这矿泉水是他偷的 混账 少胡说 撕烂你的嘴 老板 他有一个微香矿泉水 要是我们吃 你的茶也吃上五番十倍 真的 千真万全 徐浩 矿泉水是你偷的吧 亏我还觉得你是条汉子 原来也是个建材起义的猪 我 既然是你偷的 那我就有义务收缴 你说偷的就是偷的 你有什么证据啊 老子的底盘 老子有证据 小哥 虎哥也是你能质疑的 敢偷虎哥的矿泉水 在江城 你就别想好 乖乖把矿泉水浇出来 我们老板可是陪爷的人 得罪了虎哥 小心你活着走不出疆场 兄弟 陪爷咱真是武器啊 这样 要不你先跑 我这儿帮你顶着 虎哥可是陪爷的左膀右臂 得罪了虎哥 你就是得罪了陪爷 陪爷虽不是豪门 但在地下世界 陪爷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可惜了你这个小帅哥 我们赶紧走 别连累我们 我劝你实相点 别不知好歹 陪爷是吧 好 我正好看看 陪爷会有什么说法 许少有何吩咐 我在目测酒吧 这儿有个叫张虎的 说是您手下 他还污蔑我偷他的矿泉水 什么 反了他了 许少您稍等 我就在门口 马上进来 陪爷就在门口 马上就到 看你怎么说 既然你不识好歹 别怪我不客气了 张虎 你找死 张虎 你找死 陪爷 狗东西 许少他东西 你也敢动歪脑音 陪爷我错了陪爷 菜子不敢了陪爷 把他拉出去给我废了 以后 永远不许在江城出现 陪爷 陪爷饶命 陪爷饶命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起废了 丢出去 陪爷 陪爷 陪爷饶命 只有你 我饶你一命 从此以后 江城 没有你家了 陪爷 对不起 是我御下无方 陪爷不用客气 这事还得谢谢您出手吧 您就叫我 陪平好 使不得 我还是叫你陪哥吧 既然事情都解决了 那我就先走了 浩子 牛逼啊你小子 连陪爷爷那么牛逼的人物 都那么尊敬你 全球现在满顶级豪车 这可是我的梦中情车 是什么 喜欢啊 借你开了 啊 正好 我嫌这车太高调了 兄弟 你可真是我亲兄弟啊 我爱死你了 行了行了行了 行了 哈哈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 这车里面的那矿泉水 你怎么不存银行里啊 天天带这么多矿泉水到处跑 多不安全啊 嗯 我怎么没想到 嗯 学校 我知道你放在车行的车 什么时候提走啊 一会儿就去开 那我就在车行恭呼你了 对了 吴依离枝了 怎么回事啊 我买了车 你们没给提成啊 哪儿敢 学校 我听说吴依的父亲 东山在一起发达了 成了不得了的任务 所以 吴依自然不用再工作了 不是被欺负走的就行 没什么事就惯了吧 你好 我想在你们金库存放东西 先生您好 您想存放什么 矿泉水 真的吗先生 您放心 我们银行的金库 我决定是最安全的 不知道您想存放几片 先存一货车吧 剩下的以后再存 你耍我呢吧 一货车还剩下 你知不知道一货车 控泉水是什么概念 什么概念 一车矿泉水的概念 先生 请你离开 否则我就叫保安了 我真的要存水 不信你们跟我去看看 一货车控泉水 都能自己开银行了 还用到这儿存 快滚 再消遣我 我就跟你不客气了 你身为银行大唐经理 就这么对待客户的啊 好 既然你不死心 我就给你去看看 要是敢耍我 我要你好看 坚持住 不能让开扁了 不就是这空泉水吗 要不 给你们三个找把椅子坐着看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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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到大量的泡泉水 驾银行高 激动以及警戒 工作 什么情况 你要不要这么夸张 怎么回事 不知道 我说要存水他们不信 就带他们来看 结果就这样了 许少 看来我还是低估你了 没想到 如此珍贵的矿泉水 你有这么多 多吗 这才哪到哪啊 对了 你怎么来了 这家银行是我的呀 哦 那正好 你先帮我把这些水存进库吧 剩下的 我慢慢存 你还有 你可别为难我了 这么多水 我怎么存得下 你不是有间仓库吗 干脆升级改造一下 自己存算了 我可以免费帮你升级 好主意 你仓库的神奇程度 完全不怕暴露 那麻烦你了 我去参加顶峰会了 好 你先走吧 我处理完这件事情 吃点过去 真是麻烦 还是得拿着矿泉水到时候 是啊 感谢大家今天能来参加顶峰会 我特意准备了三瓶正常多年的千岁山 供大家品尝 苏会上豪气啊 千岁山 可是水中贵族啊 这今天我们可有口福了 能喝到千岁山 吃着 哈哈哈哈 你这玩意儿喝 能喝饱吗 这可是千岁山 你还想喝饱 这一小口就是普通人的半辈子 还真是大焰不惨 像这种极品矿泉水 能喝上一口 便是得天之幸了 没错 像你这种土包子 不知道怎么混进来 各位 别跟他置气啊 他的真实身份不过是一个兔保安吧 还是被我开除的保安 没有电视也是很正常 原来是个保安呢 你是怎么进来的 丙峰会也是你这种人能参加的吗 来人 把他给我赶出去 好了 丙峰会的邀请谈都是我吧 既然这位小兄弟能进来 就不用距离他的身份了 会到这 给这位小兄弟到北千岁山 放死 如此珍贵的矿泉水 你竟敢撒在地上 丙峰 苏会长保兴请你喝水 你居然不领情 请你撞到我身体 放屁 大家 谁撞到我撞他了 还不赶紧跪下来把水品干净 我太见你撞了 闭嘴 小小 在这儿没有你破话的负责 这位小兄弟 那倒有没有 这个苏会长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么维护这个臭屌子 谁怎么是苦的呀 居然吐臭屌子 这位是你自己找死啊 居昊 我说你不识好歹 还对着给你脸了呀 那 你简直是不把苏会长放在眼里呀 这个叶玉秀的儿子 到底怎么回事 这么不给我面子 搞东西 这么珍贵的矿泉水 你竟然敢吐出来 苏会长 我不是故意的 那你这矿泉水是假的呀 这不可能 这矿泉水 是我费了很大的功夫才得到的 臭啊 我知道你手里有几片矿泉水 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句话 就能让你再降成活得不如一小狗 哈哈哈哈 郭总 把我车上的千岁山拿一件进来 苏会长既然不信 正好我车上也有千岁山 那就正好请苏会长尝一尝 你一个臭保安 别敢说自己有千岁山 有没有庚的都知道了 拿给苏会长尝尝吧 来 他好像真的有千岁山 还是一整架 是还是 还是 原装千岁山 原装千岁山 价值不可不令了 他居然有一件 这是原装的千岁山 就这么喝 那怎么喝 不解水而已 你开喝就行 这水 竟如此甘甜 没想到我有生之年 竟能喝到如此甘甜之水 小兄弟 你们为我刚才说过的话道歉 这水 我们尝一口 是啊小兄弟 你大人有大量 不要跟我们一般见识 就让我们尝一口吧 不开心的也行啊 刚刚苏会长喝的那一瓶 让我们每人喝一口吧 就一口 不至于 想喝就喝 一人一瓶 我那还有 很难的 这不是方大人 你们在那水就这个样子 看来 你还是没有意识到 这控制你手的意思 这也太冷了 服务长都把大家逼成什么样了 什么 好戏开始的 怎么了 顾家突然开始疯狂打压楚家 楚家马上就撑不住了 我家也是 被顾家打压 我家也快撑不住了 啊 我 吵死 挺好 你手里的矿泉水 也不够了 什么这么多呀 现在你的朋友和你的女人 同时遇到了危机 你还能拿出多少矿泉水来救他们呢 有回事 什么回事 这事跟你没关系 我就是想看看这个臭保安 他这个时候 是不是救了朋友呢 还是救他的女人 好的 这样你先走 这我顶着 不是 我家 不是那么容易被灭的 原来你打的是这个 那看来要让我失望 太看嘴硬 我倒要看看你们男孩的体积 等我把他们两家包裹了之后 在你妈妈中生得不死 还有她 我要当着你的面 玩死她 事实是可以做的 对啊 是不是呀 昨天我让你们李姨小姐们干练体力会吧 我给你 带着你们姐妹们下去 把我开箱里的东西都搬上 窗墙坐下 我都要看看 你冰妈还中手 我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 还有这么多矿泉水 各位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只要各位帮我彻底破灭顾家 这些矿泉水 我全部送给你 小兄弟 死吧当真 当然 水就在这儿 只要我得到顾家破灭的消息 水 随便拿 小兄弟敞亮 我宣布 从此以后 断绝与顾家的一切合作 断顾家生路 我宣布 司马家断绝与顾家一切合作 断期生路 我宣布 沐家取消和顾家的一切合作 断期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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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红 这个结局 我可满意 你们要断到顾家的生路 要不要忘了我的周家 你 我 司马 这个就是周家的事 只有 周掌 您这是 还不明白吗 要断顾家的生路 我 顾红 instant 这周家 正在顾家的神后 是啊 就算我们几家联合起来 也不能入周家的演啊 矿泉水不好吧 什么时候 还想着矿泉水 这要是得罪了周家 等着周家求后算账吧 算了算了 还是不要汤汤和回嘴 周浩 你刚刚是开玩笑的 你在 这周家自然能不能开山 就是就是 周家在谁敢动周家呀 周浩 是我小瞧了你 不过 你也别小瞧我周家 周帅 周家欠我母亲了 迟早会讨回来 看来你都知道 事又怎样 就算你拿出一车矿泉水来 也奈何不了我周家 我敢肯定 你也拿不出这么多矿泉水了 别说我周家 就算是顾家 你也奈何不得 谁说 他奈何不了顾家 刘泽 你要跟我做对手 是又怎么样 你能奈何吗 你 各位 我们刘家不得牵制于周家 你们只需要安心的制裁部队 怎么样 哦 刘家也行 是啊 这段冰城 能与周家靠行的 也只有刘家了 这样子怎么办 这是被我们站队了 各位 你们可想清楚了 刘家能永远顾住你们吗 你们又能永远联合起来吗 不敢不敢 怎么敢跟周家对着干呢 这事情 我们不参与 是是是 我们呀 不参与 现在 还有谁能来帮我们 许昊 许昊 没想到吧 最后 还是我 赢了 楚小小 我要是你啊 不就现在立马过来跪舔我 我还可以放你这个小情人一马 所以我拿出一车碰钱 那我就拿出两车 三车 许昊 你失心疯了 两车 三车 你那矿泉水是大白菜呀 各位 可能听清楚了 这小子能拿出这么多矿泉水来 行了 只要你能拿出来这么多矿泉水 我就不管顾家 怎么样 各位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我成立顶峰联盟 邀请大家加入 以后一荣俱荣 一损就损 苏会长 此话当真 当真 好 我加入 我加入 我也加入 我们都加入 苏会长 这是何意 是要跟我周家作对吗 周少 我这也是为了以后的发展 没错 这样 对大家都好 把相机散播出去 别忘了 记得提前预告一下 孤家的死灭 多谢苏会的 我 由你 周家有到 大 你怎么来了 小虫 我来时想告诉你 咱们楚家 并不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呀 那是因为 楚家本来就是我周家一直扶持 而你 也不是楚河的女儿 是我周昌的女儿 这楚家大小姐 原来是周家这个女儿 这 这也太狗血了吧 这 这不可能 这怎么会呢 不可能 不可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乔啊 这事 还得从建家说起 周家能用今天 是因为当初背叛了人家 而你的母亲 一直不同意周家的这个计划 所以说 带着用脸的你 考虑了周家 是我受养了你 而我也刚刚才知道 当年 帮我崛起 见你楚家的 就是周家 怎么可能的 我怎么可能会是她的女儿呢 害了我母亲你家的 居然是我女朋友的父亲 这 崇潇潇 居然是我同父一母的姐姐 事情已经 都很清楚了 小乔 那就 跟我回咱们周家吧 做梦 我是不可能跟你过去 这可由不得你 我可是你的亲生父亲 难道 你就不想看看 你母亲留给你的东西吗 走了 走 别冲动 你就算现在把楚小姐带走 也是无济于事的 楚小姐 也是想回去看一看 她母亲的遗物的 难道就这么看见 像是要透露的 当然不是 周昌这个人 我还算了解 她是不会做出 什么过分的事情 相反 她把楚小姐带走 可能也有让楚小姐 接受一部分 家资资产的意义 不过 周顺这人 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 那怎么办 我有个办法 可以借助楚小姐 不过 可能需要你付随心 抗减血 不知道我们这时候行吗 多少 凭什么 她一个贱人 一回来就让父亲给她加产 她居然还不领情 绝不允许她夺走 本该属于我的运气 真的 好 就这么做 可笑笑 看我怎么把你给毁了 凭什么 我不嫁 姐 虽说任家主是个八十岁的老头 但是让你嫁过去 也是为了你好 所以 你把我从外面抓过来 就是为了嫁给你这个任家的老头 然后换取矿泉水是吗 当然不是 那只是个意外 姐 既然爸爸把你接回来了 那你就是周家的一份子 你就要为周家出一份力 闭嘴 你们害死了我母亲 你们周家对我来说 什么都不是 我不可能为你们出一份力的 你母亲的死也是个意外 意外 那我也是个意外 所以 你们修想让我嫁给任家的个老头 行啊 不想嫁 可以 只要你拿出 两百瓶矿泉水来 我不仅可以让你不嫁 还能放你走 你 你不会还在想你那个小男朋友能来救你吧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他的那些矿泉水 早就为了对付顾家 被瓜酸完了 别吵了 就这么定了 你啊 如果能弄到足够的矿泉水 我呢 同意你脱离周家 周家主 此话当真 你这个混小子 到我周家来干什么 当然是来帮周家主解决问题的 什么意思 周家主不是听从了周顺的建议 要把萧萧嫁给人家主换取矿泉水吗 你是怎么知道是我建议的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周家主可是说了 只要萧萧能拿出矿泉水 就让他脱离周家 徐浩 你这是想把我周家拆了吗 周家主 这是我给周家的礼物 我们慢慢接受 周霄 你先接受 周霄 你是怎么回事 我这把老骨头了 损失点名声 帮帮徐少 那也没什么问题 但有 徐少这两件矿泉水的礼物 可是也太贵重了 那就多信任劳了 您可以去给周顺打电话了 我去准备准备 他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块的水 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 五红呢 把他找不了的呢 徐浩手上的矿泉水 多到不可遂 到底是从哪来的 我这 这我也不知道啊 对我 要就有什么用啊 仓库 这些矿泉水 肯定跟那个仓库有关系 那就把仓库给我弄到手 刘少已经把那个仓库升级改造了 咱也进不去啊 仓库的地在徐浩手上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把地搞到我们手里 坐 你怎么还住这种地方啊 这不是最近一直忙着没顾上话吗 喝点水 不用了不用了 太贵重了 没事 多的是 谢谢啊 我说怎么这么久才开门 原来屋里有女人啊 房东 你有事啊 少给我装算 老娘的房租你都欠多久了 还不交 再不交就我滚出去 不好意思啊 最近事情太多 搞忘了 忘了 我看你就是交不起房租 穷屌丝一个 我是真忘了 马上交 对了 这次之后啊 这房子我就不租了 怎么 你个臭宝安安要去露宿街头了 也对 就你这样的 露宿街头都算好的 趁早给老娘滚出去 这样 我也没有多少现金 就拿矿泉水给你当房租吧 矿泉水 这是我遗落在这个房间的矿泉水 被你给偷了 现在乌龟远主了 你 我什么我 看在你帮我找到矿泉水的份上 不收你房租了 快滚 你可真不要脸啊 贱人你敢骂我 看我不撕了你的嘴 算了 你凭矿泉水而已 走吧 我们去买房吧 你个臭宝安 还想买房 睡狗洞去吧 给你看我们这个房子在中心地带 而且交通非常的方便 如果您现在想要的话 现在就可以签合同 你好 我买房子 十号 真晦气 这都能遇上 臭屌丝 你还真来买房啊 你买得起吗 不用你操心 你都能买得起 我们凭什么买不起 你们跟我比 老娘是有一瓶矿泉水的人 说你不要脸 还真是说对了 抢了我们的矿泉水 还挺不知耻的来买房 你说是你们的就是你们的 你叫她的答应吗 小姑娘 不用理会他们 这个臭宝安 买不起房子的 你给我介绍就行 你好 我们这套房正好是一瓶 您矿泉水的价格 您刚好可以买下它 好好就这套了 好 等一下 这套我们要 我出两瓶 臭宝安 你故意找茬是吧 我就不信你还能拿出矿泉水来 这位先生我们马上就可以签合同 是我先看上的 还讲不讲先来后到 别以为有矿泉水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出三瓶 不好意思 有水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还有 你一瓶矿泉水也没有 这瓶也是我 你胡说 你有什么证据 看到了吗 这上面有我女朋友的口红液 淳先生 我马上给你准备后续的合同 您稍等 徐浩 把城西那片空地交出来 我饶你一命 我不认识你 也没见过你 谁给你授意的 周昌 你就这么告诉我了 也不辩解一下 没那个必要 我也不是周家的狗腿 我也只是拿钱办事为了救我母亲 所以 我劝你 乖乖地配合 这样 周家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双倍 不行 看这兄弟的样子 不知道是性格如此 还是傻 这样 我打个电话 马上叫人把合同送过来 刘哥 周家找了个叫 马忠 找了个叫马忠的人 来问我要城西那片地的合同 你稳住他 我马上带人来救你 千万别请你活动 马忠可是第一高手 熊超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不 我的意思是 你把那个合同带过来 我哪有你那片地的合同 我懂啊 我弄一份假的 兄弟 你别着急 合同啊 马上就送过来 这样 你先带我去医院 见你母亲 你放心 我绝对没有别的想法 我母亲也在医院 你的心情啊 我是可以理解的 好吧 放心 没事 你一会儿把合同签了 走吧 徐少 你来看你母亲了是吧 你放心 我们把你母亲照顾得很好 一会儿去看我母亲 先陪我这位兄弟 去看看他母亲 顺便 他母亲所有的医疗费 我全出了 马忠 我很欣赏 你放心 你母亲后续的所有费用 全部由我承担 我每个月给你开 一瓶矿泉水当工资 你来给我当保镖吧 一个月 一瓶矿泉水 当保镖 徐少 其实我也很能打的 我一个月只要半瓶就行了 半瓶就可以了呀 别闹 还是好好当你的医生 走 去看看你母亲去 你什么啊 正被测反了 废物 你怎么办事啊 行了 本来枪性收购 就是个准主意 现在核污染 不是很严重吗 你去找点放射物 丢到仓库附近 然后啊 找人 把那块给我封锁进来 既然我们进不去 就他妈的谁也必须进去 对 这个主意好啊 那放射性对我也有危害啊 你少他妈废话 你顾家已经完蛋了 你现在就是我周家的一条狗 我让你去干嘛 你就去干嘛 还不快去 怎么 顾少这是有麻烦了 想起我来了 当初是谁不屑一步地 把我抛弃了 少废话 现在咱们俩才是一伙的 而且你只能依靠我 依靠你 我喊你生顾少 真把自己当顾少了 别忘了 顾家已经没有了 贱人 还不都是你害的 告诉你 这件事情你做也得做 不做也得做 不然我就废了 你有毛病了 这东西有浮射 你赶紧丢了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这就是普通的石头 普通的石头 周家让你去找浮射物 你就找真的呀 你不要你的性命 我还要呢 随便找两块石头 糊弄一下得了 你还当真以为 周家那两人 被不顾生命危险 过来检查吗 有道理 好了 别废话了 干活吧 去把那些小混合叫过来 装成专业人士 封锁这里 干活 谁让你们封锁这里的 徐浩 这片地发现了浮射物 已经被封锁了 放屁 这里面怎么可能 会有辐射物 浮线 那个那是什么 一定是这俩人在搞鬼 让开 让我进去 你做梦了 这里边可都是专家 专门处理这种 辐射性物质的 你以为这是你家呀 想进就进 王忠 闯进去 放肆 敢影响我们办事 我看你是想进去了 你又是谁 我们是防安局的 这里我们已经接管了 快滚 老板 没听说人家是防安局的吗 你们敢招惹到防安局的头上 信不信让你们下半辈子进去过 既然被防安局接管了 那你们为什么在里面 我是发现浮射性物质的人 我也是举报的人 我还是作证的人 我当然在里边了 臭祸 老板 这个人不是防安局的 我见过他 他叫马三 是一个小混坏 哦 原来是防安局的人啊 那我自然不会阻挠 不过 我刚好认识防安局局长 不如我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你看起来有点紧张啊 放屁 我怎么会紧张 就你一个臭屌丝 也敢说认识我们局长 既然你不信 那我就证明给你看 我倒要看看你能打给谁 裴老哥 你手底下的人冒充防安局的人 你看这事怎么处理 那个混蛋 敢将防安局的人 脑子扒了你的皮 皮 皮 皮爷 马三是你 你真是活腻的 脑子弄死你 哎呀 皮爷呀 皮爷饶命 皮爷饶命 是顾少让我这么做的 须少饶命 须少饶命啊 带着你的人 马上给我滚 顾侯 沈渊 你们一而再 再而三的招惹我 今天必须要给你们点教训 打一顿 丢远点 下手有点分寸 打死 别过来 干嘛 想必他们已经成功了 他的仓库已经被封锁了 现在徐浩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 没错 但是还不够 明天吴家千金的生日宴 你要准备好礼物 这次要是能拉拢到吴家 我们到时候就可以把刘家 一并灭了 那个刚刚成为顶级富豪家族的吴家 那个吴家主 可是个传奇人物 据说他只高一千万 就是吴家成为顶级富豪家族 我要是娶了他的女儿 那江城 岂不是咱们周家的天下了 吴家本来就是顶级家族 不过是因为有些事儿落魄 吴家能东山再起 吴勇不可小觑 你一定要好好准备 这次不仅要灭了刘家 还有那个顶峰联盟 也要一遍给灭了 学生 明天是我的生日 我想邀请你来参加 无疑 好 明天我一定去 我能再带一个人吗 当然可以啊 那我就恭候您的大驾了 好 上次买车那个小姑娘 明天过生日 邀请我们两个一起去 我靠呢 有脸上的东西 那靠来 这一次啊 我可得好好收拾是不是 我不能对别人跟比不下去 天天穿这么漂亮 不怕抢个主角的风格 不穿这么漂亮 你万一被别人够走了 怎么办 徐浩 他怎么来了 这你不用担心 今天晚上宴会的主角 是吴家大小姐吴仪 徐浩根本对你够不成一心 哎 两个贱人 等我拿下公衣 我让你们手臂如死 今天晚上 你要好好表现 我已经打听过了 宴会上 无影如选秀的意思 你千万不得不丢 放心吧 我一定拿到手 感谢各位 今天来参加小姐的生日宴 本次宴会啊 老爷想从合作伙伴当中 选择一位 长期合作 但 要考验各位的实力 这是好机会 要是把项目拿下 你再能拿下无疑 凌驾彼死 不知道吴家主 想怎么考验我们的实力呀 是啊 我们家小姐喜欢养鱼 只是现在的环境啊 很难找到合适的水源 所以 谁有优质的水源 填满一个鱼缸 就与谁合作 这条件也太难了 是啊 这么苛刻的条件 恐怕没有人能达成吧 就是 爸 咱们赢定了 徐昊那小子 为了楚潇潇那个贱人 给了咱们一堆矿泉水 我就不信 咱们这次拿不下 没错 徐昊已经没有矿泉水了 这次啊 我们赢定了 不管如何 都不能让周家获得与吴家的合作 看来 这次比试我要下场了 说的没错 不管怎么样 都不能让他们获得任何好处 好了 各位 可以开始了 既然 没人愿意出手 那就我来了 谁说没人愿意 徐昊 这里 可不是你装逼的场合 您哪来的优质水源 不知道矿泉水散不散优质水源 什么 矿泉水 这小子疯了 他要用矿泉水养鱼 那可是矿泉水啊 用它来养鱼 太丧实了吧 大言不惨 你该不会 还不知道你的仓库被封了吗 你拿什么给我 哦 那样子是你在背后搞鬼了 是又怎样 你现在 就是一无所有的废 那不知道 你又有什么水源呢 当然是矿泉水了 当然 这还要多感谢您呢 要不是您为了 吴楚萧萧那个剑 我们周家 哪来这么多矿泉水 周家居然也要用矿泉水 这是财大气粗啊 那小子 居然为了一个女人 送周家一堆矿泉水 真是个成货 看来吴家的合作 非周家莫属了 师父 废物 后悔了吧 等我拿下吴家的合作 再好好收拾 我倒要看看 谁还能帮你 看来你们的水也不够 那又怎样 你一滴都没有 废物 谁说我没有的 还嘴哑 等我拿下吴家的合作 我就把你变成植物人 然后让你去和你的废物 我妈做饭 哈哈哈哈 我这 你 畜生 你敢打我啊 我说了 这是小姐的生日宴 让我试着 赶出去 别我等着 你当时 居然是桶庄矿泉水 瓶庄水 倒起来太慢了 还是 钢水 不可能 你仓库都没了 哪来的矿泉水 看来我高估这个鱼缸了 还没倒完它就买 废物 这么珍贵的矿泉水 居然就这么溢出来了 既然这瓶水打开了 就把它倒完 既然我的鱼缸装不下 就倒在周顺的鱼缸 你侮辱我 我不信你这是矿泉水 你肯定是用自来水假冒的 自来水可是苦的 是不是用自来水假冒的 尝尝不就知道了 各位 你们倒水辛苦了 大家可以随便喝 真的可以尝吗 当然 这一桶打开你们分了吧 喝不完的自己带回去 还能带走 是啊 随便喝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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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别想别想 多着呢 多着和 现在知道真假了吧 就算你拿下合作又出来了 只要我取了吴小姐 你的合作 我说取消就取消 恭喜这位少爷拿下合作 至于这些矿泉水啊 宴会后将会如数奉还 至于养鱼什么的 都是玩笑话 不必在意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小姐出场 吴小姐 您今晚真漂亮 不知 可否赏脸跳之舞 徐哥哥 您来了 不知道你生日搞这么大 我也没准备什么礼物 这样吧 多送你几桶矿泉水 不用 您能来我已经很开心了 你好 介绍一下 我叫楚萧萧 是徐浩的女朋友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徐哥哥带女朋友来 初姐姐 能不能把徐哥哥借我用一下 我爸非要在今天给我订婚约 可是我还不想结婚 让徐哥哥当一下我男朋友吧 徐浩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欺骗吴小姐的感情 我看你是活腻了 我看你是活腻了 徐浩 你可是有女朋友的人 居然还敢欺负吴小姐 劝你跟吴小姐跪下 磕头 谢罪 否则 我家主来了 就死定了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占无疑的便宜了 放肆 你什么身份 还敢知乎吴小姐的名字 我两只眼睛都看到了 你当着女朋友的面 还敢拉吴小姐的手 你这不是欺负吴小姐吗 等吴家主来了 我要把你的狗爪子给剁了 向吴家主赔罪 吴家主 今日恋爱生日宴 没想到让别人占了便宜 都是我的错 没有保护好恋爱 是啊 吴叔叔 大家都知道您最疼爱吴小姐了 现在有个废物轻负吴小姐 您可得做主啊 谁这么大胆子 敢动我吴庸的女儿 这小子死定了 吴勇出了名的女儿奴 是啊 是啊 咱们都离这小子远点 别被他给连累了 爸 徐哥哥才没有占我便宜 起来 让我看看 你是哪个小畜生 胆子这么大 就是他 一个废物 一个欺负吴叔叔您的女儿 真是不知天高地高 吴家主 你心怒 我也可以替你教训这种 不知天高地高的混淆吗 废物 还不赶紧给吴家主 会上磕头道歉 吴叔叔 这是干嘛呀 吴家主 我是让他给您跪下 你怎么跪下了 安人呐 我终于找到你了 原来你就是吴家家主 独一的父亲 安人 要不是您当初的一瓶矿泉水 我怎么能够东山再起呢 什么 原来吴家主能东山再起 居然是因为他 闺女 快快快 给安人跪下磕头啊 不用不用 我听说啊 在车行的时候 您也帮了小女一次 那次啊 顺手二维 不用客气 徐哥哥还真的是 当初给了爸爸矿泉水的人 安人呐 不知您对小女怎么看 但是我知道 小女是特别喜欢安人 不如这样 你把小女娶了吧 不必了 我小姐说过了 他不想嫁人吧 如果是徐哥哥的话 我愿意 那就更不必了 徐浩友我就够了 毕竟 我才是徐浩的女朋友 好 既然这样那就算了 算是小女无福 不过我告诉你 如果小女要跟你公平竞争的话 我会 全力支持我闺女的 不好意思了各位 今天的宴会宇到这儿就结束吧 接下来 我要好好招待我的安人 周家主 以后我们吴家不欢迎二位 也绝不会和周家 有任何的合作 二位 请吧 去找吴红 我不管他用什么手段 把徐浩给我干掉 否则 我就做了他 哎 又能喝你就少喝点 干嘛 你今天 是不是对无意动心了呀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会对他动心呢 我倒有你呢 在哪里 走吧 回家 我要你帮我回去 我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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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试晓 我们 结婚吧 光 我们结婚吧 我们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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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嗯 很 哦 好 好啊進了 别挣扎了 省点劲吧 等会儿 我当着学豪 没有玩你的时候 你能叫他大点声啊 干嘛呢 你是还没搞记住 什么状况吧 你不得好死 你要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我可以先耍一次 等学豪过来之后 我还能再说一次 姑姑 学豪但是不会放过你的 哪儿都不要 你说 等会儿学豪过来 看到我把你玩得愈死愈先 他会不会跪下来求我呀 姑姑 别过来 你再过来我就养生自尖 小尖 电视剧太多了吧 咬蛇是不会死的 哈哈哈哈 他还笑变了 波子 你要是玩死的 那什么要是许浩 小尖人 迟早玩死的 别忘了我们这次的目的 让许浩给我们大量的矿泉水 然后我们就远走高飞 放心 记着呢 喂 许浩 楚潇潇现在在我手里呢 你现在马上 拉一货车的矿泉室 来到城外的废弃工程 我在这儿等着你 记住 一个人 小贱人 小贱人 跟我哟 哈哈哈哈 过 出了 放了萧萧 你要的矿泉水 我全力带来了 许浩啊 许浩 你他妈可真深情啊 就为了这么一个贱人 竟然给我整整一货车的矿泉水 放了萧萧 我再给你一货车又何妨 以后 凭什么他就能得到一切 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你有这么多的货车水 费 我不配 好好好 我就是这个贱人 比我长得好看 你说 我又是拿刀骨 黄泉的脸 你还会爱他 你别动手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知道你和我出给顾红 但这一切 都不是我的错 要怪 就怪你没有给我想要的一切 你冷定一点 有什么话好好说 哈哈哈哈 不知道 顾红当着你的面 上了这个贱人 你还会要他吗 哈哈哈哈 动手 你 小小 小小 这怎么了 我没事 我姐 是我们把我和你 我和我家的时候 事情发生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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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昊 放我吧 都是这家让我们干的 我们也不想啊 许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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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想要抗拳水 你放心 我们拿了抗拳水 再也不出现在你的面前了 哈哈哈哈 你们还真是打得一手好算 阿周 把他们俩手打断 嘴撕烂以后 丢去警察局 是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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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家敢保家处 小小 薪仇就恨我要一起算 没问题啊 只要我和吴家一起出手 再加上顶风联盟 周家 抗衡不够 不 这个仇我要亲手报 我想收购一个集团 以此为基础 彻底灭掉周家 也行啊 盛世集团 我可以做主给你 盛世集团 怎么了 我之前在那当过保安 不过后来被开除了 这还真是巧啊 徐总您好 我是盛世集团副总裁孙翰 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来集团啊 我已经到了 是 总裁 我准备一下马上去见您 徐鹏 你早就被公司开除了 不好干你 他来公司干嘛 滚 怎么 被开除了就不能来了 这是你的地盘啊 这是我的地盘 赵总监 好大的口气 我爸可是盛世集团的总经理 我说这是我的地盘 就是我的地盘 赶紧给我滚 职位高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没错 职位高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职位高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了还不快滚 如果不呢 这徐浩真是可笑 都被开除了还赖在这里不走 就是 我看他是保安干不下去了 想死皮赖赖的呆在这儿 屌丝就是屌丝 得罪了风哥海洋留在这儿 做梦 敬就不吃吃罚酒 自己不滚出去 我就把你的腿挡断 给你扔出去 来人 早知道应该把马中带来了 哎哎哎 好好看着 在这儿 得罪我是什么下场 废物 就你也配跟我斗 老子让你滚 你就得滚 总裁好 总裁好 你再晚来点就见不到我 我都被赶出来了 是我的书 我一定好好处理 爸 你们这是干什么 他不过就是一臭屌丝 怎么可能是集团总裁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你闭嘴巴狗东西 没你说话的份 总裁 你就是总经理 赵峰他爸 是 总裁 我叫赵雄 很好 赵峰 你被开除了 还有你 也被开除了 还有你 也被开除了 不是 总裁 这是为何呀 你儿子告诉我的 职位高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现在职位最高 开除你们俩 没什么问题 不是 总裁 你听我说 我 小兔崽子 你连总裁都敢惹 看我不打死你 你个熊男子 爸 你把我连累 多伤 多伤你 医药费 爸 爸 孙哥 集团的事情还是交由你来负责 也不要对外大肆宣扬 不过 我有一个要求 总裁今说 我一定办的 全力针对周家的产业 这 怎么了 有什么难处进口题 以盛氏集团现在的体谅 想全面针对周家 有点困难 那就以先发展集团为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今天我让正坨有个慈善贩卖会 总裁您可以参加 先壮大机团 是不是 好 你家呀 别看到我过来了 掉了你的脚 怪了我的鞋 你赔得起吗你 给我道歉 这位小姐 是你踩到徐少的脚了 应该你给徐少道歉才对 放开 臭保安 又远点 又臭又脏 我嫌你入心 谁的道歉 道歉 凭什么 老娘可是盛氏集团媒体部的主管 让我给广安道歉 有梦 看来盛氏集团管理有很大的问题 静春你这种败 你说什么 能给盛氏集团 你活腻了 老娘要用盛氏的媒体 让你宣败名利 学生算了 我站原点就是了 参与你赶快给我道歉 然后 报纸挺身子 媒体部主管似的 从现在开始 被开除了 小子 你傻了 开除我 你以为你是政治总裁吗 你说开除就开除 叫什么呀 告诉你我怎么样 我看看 你能怎么开除我 记好了 老娘叫 胡璇 总裁 有关分裂 把媒体部胡璇 给我开除了 如果有人给他求行 你一块给我开 真鬼装啊 你这演技 在数评剧里 倒可以当主角了 李部长 今天人是不很忙啊 怎么这么晚 才给我打电话呀 胡璇 你被开除了 明天带着您的东西 走人 不可能 别说你一个电话 都能开除我 我不信 你怎么了 亲爱的 这个臭小子 不知道什么手段 让我被盛世开除了 别提 看这小子的样子 估计是认识什么人 没事 我一个电话给你解决 你又是谁 老子盛世营销部总监 你别以为你在盛世认识人就牛逼了 看上我的女人 你死定了 看到没有 猪哥和人生不不感的关系 可是很不错的 我分分钟就能回盛世 至于你 我要让你吃不了 都是 小子 我开免题让你听听 我是怎么一句话解决这件事 张总监 听说胡璇被人事部开除了 陪我个面子 让胡璇回来 你是要被胡璇捉情 是啊 胡璇可能得罪了你们人事部 某些人的亲戚吧 所以就被开除了 这种歪风邪气可不能长啊 毕竟我也是为了盛世好 你说是不是 我知道了 听到没有 猪哥一句话问题就解决了 你那个什么小人的亲戚 要被开除了 猪彤 我正式忠证你 你也能开除了 明天和胡璇一起 收工艺 不满 什么 张总监 张总监你别开玩笑啊 找找个徐总裁 还有量活怎么回事 好自为之吧 怎么会这样 徐总裁 我上次也不敢了 徐总裁 错了 我错了 谢谢徐总 就是你一个话 徐总原来对慈善赶进去 苏会长 我也是想尽自己一份力 今天拍卖会要卖什么呀 这和普通的拍卖式模式不一样 一会儿就知道 每次手搁一斤 下斤两斤 放在托盘 东西价值多少 就代表你想捐多少 到时候再把东西拍回来 钱就捐 可以这样 我什么也没准备 徐总说笑 买打斐的一看 价值一个亿 徐总会长大气 多少分钟一个亿 这 矿泉水一瓶 价值一天万 小子 既然不想捐 就不要来参加拍卖会 一瓶矿泉水 你不觉得丢人吗 不好意思啊 之前不知道 所以你做准备 小子 不想捐就是不想捐 找什么理由 看好了 这才叫捐款 古玉配一门 价值两个亿 矿泉水一瓶 起拍价一千万 各位可以计价 一千一百万 一千两万万 一般都会顶顶价格 但是不会太高 自己的东西 还只可以拍回去 行了 一千万而已 别浪费时间了 赶紧拍了 进行下一项 三百件 矿泉水 徐总你 你没说错吧 三百件 徐总 你不会是口误了吧 徐总 你确定是三百件 不是三百瓶 他到底有多少矿泉水 徐总大气 那可是三百件矿泉水 价值六百亿 我这人啊 什么都没 就是矿泉水 我都喝腻 捐出去点没什么 我这人对矿泉水 不敢接受 台上那瓶也一块捐了 行了我有事先走 你一起 哦对了 记得派人找我请选 其他慢点 那小畜生 昨天晚上捐了三百件 过去水 看来是不能等下去了 要不是刘建和其他家族 护着他 他早就是咱们周家的 一条狗了 现在怎么办 还有机会 境外的梅川集团 要来江城 投资建设一座大型工厂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梅川先生 会特地为此到江城 到时候 我们让他 把徐浩的地 建设成工厂 你觉得 徐浩还有机会翻身吗 对啊 徐浩和梅川集团比起来 那就是老爷 如果我们和梅川集团 达成合作 由我们来负责工厂项目 那我们不仅能占了徐浩的地 还能顺利搭上梅川集团的大船 没错 这次定要他们 彻底翻不了碎 这鬼屋有什么好玩的 不害怕啊 这可是全球最大的鬼屋 就图漫鬼屋医院 怎么能不来体验一次呢 这么多人 等一下 来我们鬼屋玩 得搜身 哎呀 我怎么没听说过 这哪个鬼屋要搜身的 今天你不就听说了 来我们鬼屋游玩 就得搜身 境外的鬼屋都没有这个规矩 怎么到我们这里 都多了这个规矩呢 爱玩玩 不玩滚 你不玩 有的是人玩 就是不玩就滚 别浪费我们时间啊 我们还要玩呢 臭屌丝 真是不可理喻 是规矩遵守不就行了 赶紧滚 穷途漫 不差你一个一个客 真是不可理喻 境外人都欺负到你们头上来了 你们还跪舔 算了许昂 这些人的膝盖都是软的 真是鬼习惯 走 太早太早 你来以为这个梅川集团 来江城建厂子 我还以为是件好事呢 现在看来 这个梅川集团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来这里建厂 也不知道打的什么鬼主意 梅川集团 哦 这个项目是梅川集团旗下的 每年可给梅川集团 出送不少的利益呢 知道了 怎么了 有个叫梅川裤衩的人 说是梅川集团的画室人 要收购我那片地鑫铛 这个梅川集团 真是恶观满盈啊 还有那个什么最大的鬼屋医院 全是负面消息 这梅川集团要建工厂 我觉得没安好心 并且他们指明 要在总裁您那片地上修建 查到具体的情况了吗 是周家在倒轨 周家已经彻底变成了 梅川集团的狗腿子 周家 看来不能浪费时间了 叫梅川苦茶来集团 就说我要跟他谈合作 许者 看来你是同意出售的一块地皮了 用矿泉水招待我 你真是太客气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突然想起来 梅川先生应该喝不惯矿泉水 毕竟是你们先生名 核污水是可以直接喝的 我想你应该更习惯喝污水 这就是你们的代客知道吗 我们还是谈谈合作吧 算你实际 只要你肯将地皮送给我 让我们建成 我们一切人极端会记住你的善意 将来吧 好处打打脸 送 我想你误会了 我说的合作不是地皮 而是鬼屋 我要收购你们最大的鬼屋 除了这样 你在看什么玩笑 你如果脑子有病就去看病 你知不知道收购成统版鬼屋要多少钱 梅川 注意你的言辞 总裁不是你能侮辱的 怎么 你们盛世 是想和我梅川体团 可以这么 你生气吗 我诚心收购的 出个价 七百亿能够 只要你能出得起 就卖给你 好 就这么定 大眼不惨 诸乐种族就是诸乐种族 没有见识 你知不知道七百亿是什么概念 你侮辱我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但你侮辱我的民族 咱们就不好意思了 鬼屋项目 我出一块钱收购 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否则 梅川集团损失多少 我就保证不了了 不可理 我倒要看看你们 怎么用一块钱来收购 弄财 您刚不认真的吧 当然 这次 我不仅要彻底灭掉周家 梅川集团 也要咬下他一块肉 一块钱 这怎么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 帮我通知刘少 吴家 苏会长 还有其他几大家族 就说我请他们喝矿泉水 许昊 你把我们几个都叫过来 不会只是为了喝矿泉水吧 我想收购 准处们 需要各位帮我一把 这梅川集团 可不是很好惹的 想收购 他们全球最大的鬼屋 不是那么简单 如果他们识相 我可以出一块钱 如果不识相 就给一毛钱 兄弟 你没开玩笑吧 一块钱 当然不是 所以需要各位的帮忙 不知道各位 并不愿意 行 干 我早就看那帮吴少 不顺眼了 我愿意助徐少一臂之力 恩人说笑 没有您就没有我们吴家 您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们吴家 绝不含糊 好 感谢各位 日后必有重献 我也不需要各位做什么 只要全力配合我就行了 让媒体不发烈 把鬼屋做的那些天路人员的事情 全部抖出去 我要最近的头条热搜 全部是这些消息 诽谤 这就是车中的诽谤 梅川先生 这些消息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现在许多龙国人都开始抵制咱们了 哼 他们都是全揭秘 我用力他们 立刻联系公关公司 让他们做公关 梅川先生 没有用的 我已经联系过了 所有的公关公司都拒绝跟我们合作 他们说他们是站在许昊那边的 许昊这个猪落 他到底要干什么 还有这些公司 一个可都是猪落 见面 走 再去找这个猪落 我都要看看他 想干什么 各位 我是徐浩 我很痛苦 我每天都喝矿泉水 可我家里的矿泉水 就像会繁殖一样 越喝越多 越喝越多 徐浩 你又在耍什么把戏 我在耍什么把戏 我在帮大家谋福利 不敢你想干什么 你污蔑我梅川集团就是不争的事实 是吗 那你怎么能证明那些消息全是假的 就算是真的又怎样 他就是那个梅川集团的画室人 对 就是他 真恶心 之前鬼屋的事就是 分明就是看不起我们 滚出去 美川集团滚出去 鬼屋滚出去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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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闭嘴 你们这是猪落种族 就算你们现在抵制我们又怎样 你们都是没有记忆的 过一段时间 不过还是会来我的鬼屋 大裤衩子 我告诉过你 不要侮辱我的民族 猪落种族 就是猪落种族 打人的时候把摄影机全部关掉 还有许少保镖打人那一段 全部删掉 好好好 打死他 好了 大家冷静 不要被这种人影响了心情 现在 我要宣布的是 这里 所有的矿泉水 全部一元一平 卖给大家 许少 您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 但是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大家注意几率 不要哄抢啊 好 好好好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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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有啊 不要抢 不要抢 洪台 你这么做吗 每个人都有啊 造势 梅川集团不是势力大吗 我倒要看看 他大不大得过民意 高啊 许子宝 把这次事情 还有上次我做慈善捐赠矿泉水的事情 一起散发出去 消息越大越好 热搜头条不要断 让民意彻底站在我这边 另外 告诉裴老柳 让他注意 等到民众冲击鬼屋的时候 让他带人把鬼屋锁锁住 这 他们会同意吗 会 就跟他们说保护鬼屋 但实际上是保护军众 去联系梅川集团的竞争对手 等到梅川集团因为这件事情 焦头烂额的时候 就是他们获利的事 哟 三位 怎么有心情来找我呀 许翰 你最好能平息这次事件 只要你配合了 我们还是有合作的可能 否则你别后悔 后悔 我做过了我就不会后悔 你没看消息吧 我们已经曝光了你 你是为了收购鬼屋才故意抛回我们的 船 number的家 行 已经开始转向了 哈哈哈哈 徐浩 梅川先生给你机会 是看得起你 你别给脸不要脸 没想到吧徐浩 你搞这么大的事情 最后身败名裂的 竟然是你自己 哈哈哈哈 徐浩 你既然如此不识好歹 等你身败名裂的时候 我要你跪下来 请我放过你 你们要不要拿出手机 再看看消息啊 这 这不可能 你居然宣布 收购鬼屋后 会免费开放 疯神 你就是个疯神 你到底偷钱卖 徐浩 我还真是看不懂你啊 一块钱 你卖了一千万的矿泉水 而且你对外宣布 收购鬼屋 它要免费开放 你知不知道 这可是上百亿的损失 我知道 那又如何 矿泉是我有的事 我根本就不在乎 你 原来 没事 你都跟得心思吧 鬼屋也会重新被封锁 教练震作对手 你封锁答应我 那是 那是 这是 这是 这后 谢谢 你才不知道 因为这是事件 我们几乎不讲 接着医院问题 如果我们能解决后 这件事件的话 你就千万不及了 谁啊 你赢了 有什么意见 意见问题 只要我能做到 别着急啊 还没结束呢 没事先生 现在江生所有的企业 停止和梅川集团的合作 他们以梅川集团 违犯了龙国的法律为由 起诉了梅川集团 这到底是为什么 有钱都不赚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了民族大义 大哭傻子 你现在 可以考虑考虑 我给你的提议 鬼屋 到底卖不卖 但穷着门鬼屋医院 是全球兵带的鬼屋 爸爸 小一分都不卖 看来你忘了我说过的话了 我说过 我只出一块钱 但是 我现在改主意了 一毛钱 你侮辱我 是你侮辱我 没赌在先 就一分钱 爱要不要 你这是强取 你侮辱我 你就得撑的 对了 忘了告诉你了 这个是封锁令 梅川集团将被禁止在龙国的一切活动 怎么样 如果你不服 我还可以陪你继续吗 你再问你一遍 一分钱 卖不卖 你有没有想过 封锁令造成的其他人的损失要由你来检查 你能得到什么好处 这里面的花线 可能超过千亿 值吗 我没想得到什么好处 至于钱 我说过了 矿泉水我有的是 我根本就不在乎 只要我愿意 我可以用矿泉水填满整个湖部 至于值不值 能花千亿 给你们这些境外人立个规矩 立我一个龙国的规矩 最上次 我没 明智的先走 周家完了 算了 还有你们周家 从此以后 江城出名 徐超 徐超饶命啊 我们知道错了 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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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克服 徐超 厉害啊兄弟 你这一套操作 简直神啊 是啊 先豪之百亿 获得民众的支持 然后联合我们几个 一起打压梅川集团 最后 又用一分钱收购了鬼屋 厉害 小笑 我给咱们报仇了 跳个好日子 我们结婚吧 近日发现大量核污水进入江城境内 请获知核污水下落的民众迅速上报 徐超 不好了 你母亲一天失踪 什么 我母亲怎么会失踪的 对不起 是我们的疏忽 今天可以回来到病房就发现你母亲不见了 监控也被破坏了 发动所有资源 全力寻找我母亲 十分钟之内 我要知道我母亲在哪 你别急 阿姨 家一定会没事的 我出去找找 你在家待着 如果有人找上门来 记得联系我 好 许昊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你还真是慢 我母亲呢 你们找死 许昊 我看你是没搞清楚状况的 你的母亲 可是在我身上 许昊 你现在跪下来给我们磕三个想通 我可以考虑 放了你 许昊 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 马中的实力 我们是了解的 你以为我们就不会做什么准备吗 许昊 您都没有看到我身边的核污水吗 原来这些核污水是你偷远进来的 不是很明显吗 许昊 让马中往后退 我又就把核污水全部倒进去 许昊 为了报复我 你们居然拿全城人的性命威胁我 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我本来就是要报复那群猪了 你们都是贱民 瞎等人 你们想要什么 说出来 我一定满足你们 想要什么 你害得我们这么惨 我们倒是想你的命了 不过 我怎么可能让你这么容易解脱 我要慢慢地羞辱 你解我 心头之恨 许昊 我给你三个心 你给我跪下来 别学狗叫 先在地上踏散去 二 你可以救你的母亲 然后 你只看着我这核污水倒进去 三 阻止梅川先生 但你的母亲可就没救了 你会怎么选呢 我给你三秒钟考虑 一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既然如此 就让你妈去死吧 这怎么可能 她怎么会醒 妈 你醒了 浩儿 我的浩儿 妈终于又看到你了 妈 你没事吧 妈没事 这些年苦了你了孩子 不苦 妈 你醒了刚好 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了 好好好 等我处理完这三个杂碎 我就带您去见儿媳妇了 现在 是该让你们付出代价 现在 是该让你们付出代价 哈哈 学浩 你要杀了我们 你不敢 我当然不会为了你们三个败类 赔上我的生活 但你们 别想好过 舒服 真舒服 再来啊 呸 你个变态 学浩 你别以为你赢了 走在你来的前一分钟 河污水 已经被我倒进血水池了 你说什么 马仲 他家 一起死吧 用力啊 河污染后会定时供水 现在还没开始供水 加油 用力 加油 来不及了 还有二十秒就要开始供水 你们关不上阀门的 死 大家都死 你先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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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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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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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三发门关闭了又怎样 哎 已经被我污染了 全城的这 咱也没有自来水可以喝了 你们 会比死更痛苦 哎 哎 哎 老板 现在怎么办 把他们三个给我废了 我要他们回去给全城人跪地道歉 那 那水怎么办 虽然没被逛出去 但是 他已经被污染了 总不能让全城的人不喝水吧 我来想办法 先把他们带到电视台 我要做全城演讲 OK 江城的各位民众 你们好 我是徐浩 江城的各位民众 你们好 我是徐浩 跪在这的三个畜生 把河水 倒进了水厂的蓄水池 因此 我让这三个人跪在这里 向大家赔罪 因为我的失误 没能第一时间阻止他们 在这里 我向大家郑重的道歉 很遗憾地通知大家 江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将无法供应自来水 这也就意味着 各位将失去赖以生存的水资源 不过不用惊慌 我已经有了解决办法 在恢复供水期间 我决定向全城人民 无限量提供矿泉水 不过我需要大家帮我一个忙 为尽快恢复城中供水 我需要各位 每家出两个人 一个人负责领取足够一家人使用的矿泉水 另一个人 帮助我把矿泉水运往自来水厂 我决定用矿泉水 完全覆盖掉蓄水池中被严重污染的水 所以需要大量的人力来帮助我运输矿泉水 各位 这是一次灾难 但是我们不能倒下 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我们龙国的精神 让我们众志成城 团结起来 一起度过这次危机 众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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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城西空地上 等着大家 各位 我徐浩再次承诺 在恢复供水期间 矿泉水管购 并且大家无偿取用 这的是真的 真的 这么多矿泉水 而且 真的无偿不限量雇佣我们的 没想到徐浩居然是全球首富啊 天哪 这 这是咱龙国的皇子 财神啊 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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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事不宜迟 我们开始吧 好 累了吧 你已经做到很好了 现在外面的人都叫你龙国财神呢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我就是在想 我有这么多矿泉水有什么用 帮助一成的人都已经这么困难了 外面还有那么多受苦的人 在饱受核污水污染带来的痛苦 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你压力太大了 我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核污染的问题 怀念以前的生活了 被我挖坏了吧 以后不会再有用不完的矿泉水了吧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 既然只有我 才有这用不完的矿泉水 那就证明我是被你选择的 这些矿泉水不应该只属于我一个人 看看外面那些饱受折磨的人们 我有什么自我孤子想说这一切 如果你能听到 我希望你能解决核污水的污染 只要你能解决核污水的污染 我讯号自愿放进这所有的一切 看来是我疯了 竟然指望一个仓库跟我说话 也罢 既然如此 我就自己想办法 就算是一瓶一瓶的倒 我也要一直倒下去 哪怕能稀释一力 不愧对着上天对我的恩赐 这是什么都没发生 回来了 啊 号儿回来了 快洗手吃饭 累了吧 你先坐会儿 我给你打杯水 对了 咱们家的水龙头坏了 你找个人过来修修吧 要不然这都没法用了 咱妈还想着煲汤呢 矿泉水不就行了 自来水被污染了那么苦 熬出来的汤怎么喝 嗯 怎么了 你这孩子你瞎说什么呢 这自来水怎么会苦啊 我用的好好的没什么问题啊 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 这也不发烧啊 你说什么 我说你发烧烧糊涂了 不是上一句 上一句 这自来水怎么会苦啊 我用的好好的呀 不苦啊 真的不苦 这是真的自来水 真的恢复了 真的恢复了 这是真的傻了 这不是自来水 还那是什么 石油啊 又不 还是造个医生的看看 哎呀 什么恢复了 什么核污染呢 晓晓 我们结婚吧 有请新娘入场 有请新娘入场 请问徐先生 你愿意取楚潇潇小姐为妻 爱她 忠诚于她 无论她 负困或者富有 健康或者疾病 直到死亡 你愿意吗 不愿意 请问楚小姐 你愿意嫁给徐先生 让她成为你的丈夫 爱她 忠诚于她 无论她贫困 或者富有 健康或者疾病 直到死亡 你愿意吗 我愿意 请二位新人交换见诸 现在新郎 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 啊 啊 好 啊 我叫她 公呀 看朗误 我叫她 耶 我叫她 哇 我叫 我叫她 对 我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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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她